大家好 歡迎回到二十四節氣養生食療特別計劃 我們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進入夏季大鼠 大鼠這個節氣的養生料理 我們今天要為大家介紹一道素食的 絲瓜牛棒麵線 我們在這個夏天裡面介紹的許多料理食材 都是比較偏含氧性質的 可以很有效的幫助我們達到清新退火熱 除心煩燒暑氣的一個效果 那我們今天介紹的這道絲瓜料理也是一樣 那麼作為夏天常見的瓜類食材裡面 我們之前介紹過的苦瓜 我們做了一道苦瓜甘蔗雞湯 詳細的做法可以看右上角的一個資訊卡 那我們也介紹了另外一道東瓜 使用東瓜作為食材的東瓜一人鴨 詳細的這個狀況也是一樣參考右上角的一個資訊卡 那我們今天就來介紹 夏季常見的食材裡面 三大瓜類的一個最後一樣 絲瓜 那我們就來介紹今天絲瓜牛棒麵線最主要的一個食材 我們準備的是絲瓜一條 然後調味用的老薑 然後牛棒 然後這個是紅蘿蔔配色用的 然後這是手工麵線 那麼作為中藥食療裡面的中藥材 我們今天準備了這個白色芙苓 然後以及這個曲紅色的枝子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所準備的食材 我們開始來製作吧 然後我們來製作和食材 我們把材料準備好 這是削皮切片的絲瓜 然後這是已經切片的牛棒 然後配色用的蘿蔔 紅蘿蔔 然後這是調味的薑絲 額外又準備了一些發泡過後的枸杞 也是一樣配色用的 然後調味要的也 我們今天的做法是要把絲瓜 菜刀準備好 另外起一鍋把手空麵線煮好 然後再兩個把它混合在一起 好,那我們現在就開始正式來製作吧 起鍋熱油 等油鍋熱了之後 我們就把薑絲放下去 薑絲 然後配色用的紅蘿蔔 一起下去 等到稍微變色有點 香味出來 我們再把絲瓜放下去 絲瓜放下去 讓絲瓜每一面都沾到油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加熱水進去 水量一樣是稍微蓋過去的一個狀態 那這時候我們再把剩下的這個牛棒 把它架進去 中藥材芙苓 芙苓把它架進去 中藥材枝子也把它架進去 這時候如果你有蓋子有鍋蓋把它蓋起來 讓它燜煮一下 燜煮到這些鍋子裡面的食材都煮熟為止 我們讓它燜煮熟 燜煮到所有食材都已經煮熟 煮好之後呢 我們就先起鍋 把它放到旁邊 這時候我們來另起一鍋 來煮這個手工麵線 這是已經加熱好的熱水 速度比較快 那裡面有兩小把 那我們今天如果一個人吃就煮一小把 兩個人吃就煮兩小把 那我們今天先煮一小把 盡量把它撥上撥勻 好 冒泡那就再加一點 適當的加一點冷水 讓它重新煮滾 一樣煮滾冒泡之後 我們加一些冷水 讓它降溫 讓它再重新煮沸 這樣做兩次降溫之後 第三次再煮滾 我們就可以關火把這個麵線擠起來 第三次煮滾之後我們就關火 把它盛裝起來 把它盛裝起來 盛裝起來之後 我們再把湯 把它淋到上面去 整理一下 這是煮熟湯好的麵線 然後這個是 絲瓜 牛磅湯 把這個絲瓜牛磅 然後加到麵線裡面 我們準備的量是 兩人份的量 所以說 你有另外一碗麵線要煮的話 這個時候其實 是可以一起處理的 這絲瓜牛磅麵線 完成 我們今天吃的這個是 什麼 絲瓜牛磅 手工麵線 嘴巴張大一點 好燙 你要吹一下 對啊 好吃嗎 吃個絲瓜 吃塊絲瓜 吃塊絲瓜 絲瓜有甜嗎 快媽媽吃一口 味道還可以嗎 還可以 有甜嗎 甜 還好 有鹹嗎 甜還好 有清淡 清淡一點的味道 嗯 好吃嗎 嗯 好 接下來再見 拜拜 拜拜